用一張 像亞通紙 比較硬 比較黑色 比較特別的顏色 將它放進去 放進去 你已經可以遮住 遮住整個站 以及將體積 由細緻變成闊 看上去更大 我們可以剪出一些枝 可以做一些線條 因為它比較想看上去 比較硬 接著這部份 我們真的要遮一遮 你可以用一些灑甘 一些碎 我們先遮住這部份 另外一些大塊的葉 都可以加進去 因為它始終有一個 遮住後 它會蓋上邊位 看上去就像一個瓶一樣 當然你需要 大塊一點的葉 可以蓋上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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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蓋上去 可以蓋上去 這支來講 你一定要比較想 蓋上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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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需要太長 不需要太長 好像這些一樣 都已經足夠 你回覆它 大概是12寸 在上面加一支 在中間這些位置,稍微流下去 效果會好看很多 大家現在看到這些花,沿著自製的花器 到這個時候,我們要繼續加些葉 以這些位置,旁邊這些位置,要加些葉 好像都是顏色不夠豐富 可以加少白色,因為通常白色都是八搭 例如白色的碎花,我們今天用藍莓 可以加少白色的碎花 之後我們用植木字的碎花 可以做一個比較高身的直線型的擺法 用一隻叫做燈台 加紅玫瑰和蔣 再配上一些碎花 其實就可以做到一個很有特色 和很陰硬的花作品可以擺在家裡 不妨這個星期大家可以試試 打鼓勵的和蔣 打鼓勵 攻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